HELLO 大家好,我是你們的木木學姐 隨著戀巨人動畫第一季的完結 在最後一集的結尾,也出現了一位神秘的黑髮少女 同時也暗示著,後期的故事將圍繞著這位少女展開 而這位少女就是躲走了無數少男性的雷賽 那麼這一期,我們就來解讀一下雷賽這位人物 並且會分為三個部分進行,分別是雷賽的經歷 馬奇馬為什麼要讓她消失? 雷賽的結局解析,以及她和電視之間的愛恨糾葛 不過開始之前,也別忘了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不錯過每期影片的更新 那麼話不多說,我們馬上開始吧 雷賽出示登場與漫畫的第40話 同時也是劇中為數不多的好女人 在鏈巨人第一次的官方投票中,獲得了19,079的票數 畏居第四位,第二次則獲得了45,741票 並畏居第五位,可見她的人氣相當的高 平日裡的雷賽就是一個黑髮碧眼的美少女 脖鏡上戴著一個富有拉環的錦拳 臉上還帶有紅雲,經常是一副色色的表情 但雷賽在眾多妹子當中,確實很亮眼 橫本書也透過她給觀眾還有電視,發了不少的福利 電視真正意義上的初吻就是雷賽給的 甚至還向電視告白了 不過電視居然就覺得人家,真的是太不給妹子面子了 但其實雷賽還有另一個身份,那就是炸彈惡魔 準確來說,是炸彈惡魔人,是類似於電視一樣的存在 而她頸圈上的拉環就是她變身的關鍵道具 同時變身炸彈惡魔後的她,實力也十分的開掛 自身擁有發起爆炸的能力 雙腿也可以當作推進器使用 說她是前十名最恐怖的惡魔也不為過 不過雷賽卻有著十分悲慘的童年 她自由父母雙亡,並被蘇聯的軍隊受容 從此陷入了更悲慘的噩夢 少年,蘇聯有一個秘密房間 裡面關著很多沒有父母的孩子 並在那裡將這些孩童進行人體秘密實驗 惠德就是把他們培養成為國家戰士,囤屬 雷賽也是其中之一,並把它製作成惡魔的容器 雷賽從小就接受系統化的殺手訓練 而臉上帶有紅韻的表情也是她的訓練之一 惠德就是想要裝成羞涩的少女 來吸引像電磁這樣純情的男孩子 某一天,她接到任務去刺殺電磁 以獲取電巨人的心臟 伴隨著一場大雨,雷賽的故事正式展開 那一天,電磁在和馬奇馬約會之後 出於證明自己有新的目的 電磁向路邊的捐款機構捐獻了自己的工資 並收穫了一朵表示感謝的小巨花 堅持不挑食這種好習慣的電磁 隨便把花一口吞下 這啥呀這些 不然,天空下起了大雨 電磁為了避雨,走進了一個電話亭 此時,一個名叫雷賽的女孩為了避雨 也躲進了那個電話亭裡 初次相遇,電磁給她遞上了一朵小花 雷賽收下了花,並露出了迷人的笑容 電磁看著面前的雷賽,扔住了神 從這一刻開始,少女走進了少年的心 電磁彷彿就像是遇到了初戀一般 在那時候,雷賽告訴電磁 他打工的咖啡店,就在離州不遠的兩條街 如果電磁來的話,他請客 兩人也漸漸開始有了交流 他們會一起在咖啡店聊天吃飯 還會一起手牽著手,去學校探險 雷賽甚至化身成了電磁的游泳教練 並教會了他游泳 在若隱若現的月光下,電磁投入了雷賽的懷抱 和雷賽水乳交融 幸好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雨 才避免了一些不讓播的畫面 當雷賽問電磁,城市的老鼠和鄉下的老鼠哪一個更好 電磁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城市的老鼠 聽完電磁的回答,雷賽沉默不語 他的內心其實是更嚮往普通的幸福生活 因此歸避爭鬥的鄉下老鼠才是他的歸屬 但雷賽的經歷已經讓他變成了一個殘忍的惡魔人 這種命運,他沒得選,又逃不掉 這也是他的可悲之處 後來兩人來到了慶典約會 他們一起吃了美食,也玩了遊戲 彷彿就像是熱戀中的小情侶 雷賽向電磁表白,提一死本 但電磁卻拒絕了他 此刻天上煙火正確定的綻放 雷賽趁機穩了上去 此情此景,是多麼的唯美又浪漫 但隨後恐怖的一幕發生了 雷賽咬下了電磁的舌頭 幸好畢母趕來就場,電磁才躲過了一劫 之後雷賽化身炸彈惡魔,展現出了驚人的戰鬥力 並大開殺戒 最終電磁用鎖鏈將雷賽控制住 並和他一起置入了海裡 如同那天,兩人在游泳池的經歷一樣 當雷賽睁眼時,他們已經伸出海灘 電磁向雷賽提一死本 但這一次,雷賽拒絕了他 並用手扭了一下電磁的脖頸 望著雷賽離去的背影 電磁用盡渾身上下所有的力氣呐喊著 今天中午,我還去那家咖啡店等你 雷賽戴上了鴨蛇帽,準備喬裝逃走 但看著自己手裡的那朵小花 雷賽打消了這個念頭 並決定去找電磁 只可惜,他最終還是沒能逃過命運的魔爪 馬騎馬連和天使不同將他擊斃 那隻鄉下的老鼠死在了和城市老鼠赴約的路上 臨此前,雷賽望向遠處咖啡店的窗戶 帶著不捨,和電磁做了最後的告別 關於雷賽詳細的劇情解說 感興趣的小夥伴 可以翻看我之前做過的 電巨人女性角色合集的影片 至於馬騎馬,為什麼不讓雷賽去見電磁 如果他只是單純的想毀掉電磁的幸福 他大可以像殺死泡丸那樣 當著電磁的面,將雷賽殺死 但馬騎馬不可能留下雷賽 因為雷賽的存在,對馬騎馬來說是個意外 有了雷賽,他根本無法將電磁掌控 回想一下,在整個馬騎馬掌控電磁的過程中 他基本上都是簡單粗暴地利用了一些身體上和言語上的暗示 比如咬手指,摸耳朵,可樂味的珍寶珠 全都是充滿了某種異味的暗示 除了這些以外,基本沒有掺杂任何的感情 再看看電磁的經歷,這個時候的他 對男女之間的理解就像是一張白紙 愛情對於他來說太過遙遠 而且馬騎馬一系列的操作 相當於是在給電磁做啟蒙教育 讓電磁無以為性就是愛 而對於雷賽來說,雖然一開始 他也是帶有目的接近電磁的 但他和馬騎馬的區別在於 他和電磁之間所產生的感情羁絆是自然而然發生的 雖然雷賽也耍了一些小手段 但他並不像馬騎馬那樣,感情是建立在強制的誘導之下 電磁在和雷賽相處期間,也對身為女孩產生了感情 並且在馬騎馬和雷賽之間開始動搖 他對雷賽的感情就像是一顆種子 慢慢地在發芽,即將長出愛情的花朵 當然,馬騎馬很清楚 等雷賽徹底佔據了電磁的心 刺激將很難在電磁心裡立足 於是聲聲掐斷了一段萌芽的感情 為了不弄出太大的動靜 讓咖啡店裡的電磁發覺 馬騎馬制止了雷賽想要拉環變身的舉動 而在咖啡店裡的電磁 抱著希望帶著花束,苦苦地等待著雷賽 結果卻又沒有再相見 最後他把準備送給雷賽的花束吃掉了 貌似就是表達出電磁回到了遇見雷賽之前的狀態 同時也是徹底回到了馬騎馬對電磁計劃中的狀態 如果要說雷賽喜歡過電磁馬 那麼我個人的答案是喜歡過,確實喜歡過 最後雷賽明明可以逃走 卻回去復約就說明了一切 如果雷賽不去復約 又或者和電磁成公司笨了 那他的結局是否有所不同 很遺憾,無論雷賽選擇哪一個 他始終會落得悲劇收場 和電磁也沒有未來可言 當馬騎馬說出那句 我也喜歡鄉下的老鼠 說明了雷賽 基本全程都在馬騎馬的監視之下 雷賽根本逃不出他的天羅地網 就算沒有壞女人交局 他和電磁的愛也註定是不能為世界所容 公安部要追殺恐怖分子雷賽 蘇聯方會追殺電磁 也會追責叛逃未能完成任務的雷賽 甚至還有可能認為雷賽沒有用了 把他炸彈鬧魔的心臟挖出 提直到別的孩子身上 天磁無論是哪個選擇 雷賽和電磁都沒有好結果 在看雷賽出場的一系列分鏡 和他退場的分鏡是一樣的 就好像是在噪音著雷賽悲劇的循環 他的故事始於咖啡店街也死在了那條街上 雷賽一輩子都沒能走出那條咖啡店街 他的生命也被困在了和電磁相遇的那個地方 至於電磁是更喜歡雷賽還是馬騎馬 他用一句好言說明了一切 對於一個出場戀愛果實的男排來說 被自己心愛的女孩騙了一次又一次 何嘗不是一種苦澀 電磁的初次戀愛經歷可以說是相當的失敗 而且他對雷賽的感情只能算是啟蒙 還沒有深入 因為電磁都沒有得到雷賽的回應 而這份無處安放的感情 只能完全寄託在另一個人身上 那就是馬騎馬 這也是為什麼後來電磁聽到馬騎馬提議去江志島旅行後 會迅速從悲傷中脫離出來的原因 同時電磁對馬騎馬的依賴也更加重了 雷賽無形間給馬騎馬當了墊腳石 馬騎馬不用經歷那些令人心動的情節 也不需要多餘的套路 秀能從電磁身上收穫一份感情 不過當時電磁的心態也是很複雜的 畢竟痛苦是真的 但開心也是真的 他並不知道雷賽被馬騎馬殺了 只覺得雷賽是壞女人把自己給拋棄了 電磁的狀態也重新被雷賽奪走了 今生或許不會再有悲喜 瞬間轉變成了好業 說句紮心的 雷賽沒了 電磁就難受了幾秒 那麼小夥伴們 如果你是電磁 你會選擇雷賽還是馬騎馬呢 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要是有遺漏的地方 也歡迎小夥伴們在評論里補充 喜歡木木的也別忘了點贊哦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動力 我們下期不見不散